52岁的人生 当成25岁再过的时候 你太太的反应是什么 其实我太太当然很反对 因为我个性其实蛮任性的 所以她有时候也很无奈 就是说当时我在玩双板 潜水 看起来虽然有点危险 可是我玩双板也没受重大的伤害 跑到深海似乎也都活着回来 所以她还比较没意见 可是这两年玩单板 她真的意见非常多 因为她每次看我回来就是哀哀叫 然后走也不能走 动也不能动 手也举不起来 然后屁股还肿得 就是乌尘跟巨峰葡萄紫色一样 所以她觉得她也没办法接受 她说你双板玩得好好的 你干嘛无聊去摔成这样 到底理由在哪里 那当然我有我的喜好嘛 可是九民话说 你真的是好福气 是 我当然有感谢她 你除了任性也蛮自私的 你要想想看 如果你真的摔成重伤 推轮椅的是你太太 所以你一定要跟你太太歌功颂德 没有 当然我感谢她啦 我想她最 你没有担心吗 她最强的无奈名言就是说 刚才这个呼应黄老师讲的 因为她说 算了 反正你想做什么 我们也拦不了啦 不过还好你精神科啦 靠一张嘴就可以吃饭 反正你摔到四肢残废 全身瘫痪 你还是可以 嘴可以动就还可以进行工作 对 还可以跟员工沟通 可以领导诊所 那就好了 这个我印象很深刻 可是就像黄老师讲 我是真的还蛮感谢她 对我支持 还生病时候的照顾 然后同时当然 我也很感谢我的诊所的员工 他们就是他们 努力不懈才能让老板这么任性 这是真的啦 可是员工通常是希望老板不在 对啊 千医生你自己不怕喔 因为你刚刚讲那些 其实都是很幸运的 万一来个插枪走火 你不怕吗 我的想法就是 很简单就是 我想做 就是要把它做到 只要一口气爬都要爬到目标 这是我的想法 反正人肉渐渐 不是 总有一天会怎样或怎样吗 那我为了担心这个 而不去做我喜欢的事情 那我老的时候 我住在公园我会遗憾 我的想法是这样 他身边的人 其实都已经被迫支持你了 也只能这样 对啊 你现在还带一团去滑雪啊 是 教滑雪 对 因为考上这些之后 当然其实带团是还没有 蛮有回馈 我觉得还蛮喜欢 那我现在是等于是 纳尔湾旅行社的靠航教练 然后每个冬季 大概都会带个三四团 因为我自己也会玩 所以我冬天大概六七团七八团 然后其中一半是教学 教学其实我觉得 可以获得很多正面的回馈 像我印象中 像这一张就是一个 小女孩的感谢函 对 对啊 就是 我曾经教过最小的就是 这个六七岁的小女孩 她个子小小的 也就是不太言笑 也没有什么表情 所以 虽然她整个进度都有跟得上 那因为她很小嘛 所以坐那个钓鱼 都要我把她抱着 所以我三天都把她带在身边 可是我也不晓得她表情这样 虽然技术有跟上 到底开不开心 也会不会继续滑 我也不知道 可是我正在我游览车上在想说 我到底教得好不好 我在思索的时候 她突然就很温暖地拍拍我的肩膀 递出这张纸条 上面就是用同言同语来告诉我 她很感谢这个滑雪 造成她的 就让她非常快乐 她很喜欢雪 点点点 好温馨喔 那像滑雪我也有一个经验 就是说其实我算是蛮多次的教练 而且也不是 因为我很希望把这个滑雪的乐趣 介绍给大家 所以我们学生 我都希望每个会滑雪 那当然我现在记录是非常好 但是我还是有一拜的记录 所以一拜就她滑了一半放弃滑雪 可是这个对我来讲没办法接受 那这个个案是 不要讲个案 这个学员是 因为她 因为她是女生体力比较差 然后第一天很明显就赶不上进度 所以我就中午跟她说 大家吃饭 那你吃十分钟就好 我也不要吃 我就带你去补课 压力好大 对了 她第一天觉得教练补课 她OK 然后第二天她还不行 就下午还是不行 我说那早上我们九点半 我八点就带你去补课 再补一场 然后她看起来表情就有点 有点压力的 还是跟我去滑 然后我看起来 技术有点快接近了 再差一点 所以我跟她中午说 那我们中午再去补课 你今天再吃十分钟就好 我还立刻眼泪飘出来 她还把我跪下 她说 她在日程吗 我是初来乌 我还顺便滑雪的 连饭都没得吃 我还记得她讲话 她说 陈医师 我非常感谢你 我知道你很认真 也很热忱 很希望我滑得好 但是我真的不行了 我昨天也失眠 然后今天又 你可以先开抗忧郁的药 给我吃吗 对 所以这个 我印象很深恶 所以我那时候跟她就 一个约定 你可以不要滑 没有关系 但是我明年 我希望看到你 还是能在学场上 对啊 我希望她能够继续滑 可是她今年没有跟我联系 我又不晓得她到底能够滑 对啊 当然你总出那个压力 她可能怕遇到我这种教练 她已经去看 另外一个精神科学 而且我刚才提到 那个小朋友 其实我教过 年纪最大 是一个72岁的阿伯 阿伯也来学 对 也来学 真的啊 而且那个阿伯很特别 他真的很特别 他带一个69岁的女朋友 不是太太 太太也许上我 也许上我 这个我不知道 白色浪漫家庭 对 但是我看她们两个很甜蜜 我在教学的时候 连我都感染那种粉红泡泡 所以我就觉得 她们欢心愉悦 然后手牵手的感觉 我就觉得 哇 其实几岁这样 真是 非常佩服 宁可病在床上 宁可一起摔死 对啊 不要一起 不要躺会躺 对 所以我就说 教滑雪 教潜水 你感受到那种学生的愉悦 真的是很直接 那个力道很强劲 这个你在办公室 帮人家做智商完全不同 应该这么说 当医生当然也有他的意义 可是人世间的苦难 实在太过复杂严重了 比如说我欠人要两千万 来看精神科 比如说我先生外遇 来看精神科 这都不是三言两语 可以解决 也不是简单 我跟她说 你正向思考 明天就好 对啦 很难 所以这个都是 一个很长的陪伴过程 而且看她们反反复复 这种回馈 真的也比较少 那这种滑雪或潜水教学 他们计数两三天 那一就提升 而且一提升 就是很开心 你感受到那个愉悦的时候 你真的感染到你 你也充满力量 所以真的是 都有它的意义在